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方面成熟的比较早 初中的时候看过很多金庸 或者什么古龙 什么这种武侠小说或者影视剧 很多同学都看 然后就跟小伙伴们闲聊 闲聊的时候 如果要是能够进入那个武侠世界 任选角色 你愿意成为谁 我这当然是伪小宝了 这还用问吗 钱不钱的无所谓 娶七个老婆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那如果不是其中的主角 就是让你选择一个技能或者职业呢 我这小应该学轻功吧 做一个本性善良的采花贼 这是想一想就让人开心啊 就是类似田伯光这种人物啊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真实的采花贼呢 有啊 而且还非常非常的著名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位 仅凭一招采花十余年 从未失守 震动大明朝廷 的令人羡慕 的采花俱到 桑冲 这故事说起来啊 名字叫起来就那么殆尽啊 桑冲呢 生于人节地灵的山西太原 那里个个都是银财 说话又好听啊 这个桑冲呢 本来不姓桑啊 本姓李 儿时呢 父母双亡 就一直被自己的叔父抚养 叔父叫李大纲 李大纲是个军人啊 军户 长期驻军在十州的兵营里 也没有什么闲心 去照顾自己这个侄子吧 感情也不是特别亲近啊 就对 就对这小李子 疏于管教 也疏于照顾 他呢就像一个孤儿一样 整日在冰营的附近 因为毕竟自己叔叔在这呢 家里也只有这个亲人了啊 在冰营附近就游到 小的时候呢 确实是因为长得好看 人又机灵 所以乡里乡亲 谁家碰到的都能给点吃的 没几天 嘿 被人犯的盯上了啊 就给拐卖了 卖给了鱼刺县 鱼刺县的一户 怎么说呢 叫富农吧 富农叫做桑茂的人家 从此就改姓为桑 这个老桑呢 没几年就桑了 留下一点点微薄的家业 被桑冲全部变卖 从此肆无忌惮的浪荡江湖 吃喝嫖毒 就但凡这种坏事吧 留头似的 但凡这种 我说到吃饶不着 说吃喝 但凡这种坏事呢 交起朋友来 那就可快着呢 身边呢 就聚集了一堆 同类型的小伙伴 有一次呢 就大家相约 东莞吧 完事之后呢 未尽兴 又出去喝酒 就说 现在这地方 没劲啊 来来回回 就这么几位大姐 那么我小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风韵游存了 现在看 这一个个老木咔着眼的 也分不清是谁在玩谁啊 他们 他们都快不收我钱了 我感觉自己有点吃亏 因为这个桑冲少年时期 确实是 长得很帅啊 有点像年轻时的矮大紧吧 好吧 来大紧说 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帅啊 其中呢 就有一个朋友 就闲聊的时候 跟他说嘛 哎 说 要说这天下的风流事啊 还得是 那个山西大同山音县的 风流宗师 叫古才 人家的手艺 桑冲就很好奇啊 还说呢 赶紧细细讲来 就如此这般呢 正所谓是言者有益 听者比言者更有益 从此 桑冲就像魔杖了一样 挖地三尺 必须把这个风流宗师古才给找到啊 根本就跑到了 大同的山音县 刺风打停数月 才把古才给堵到了家门口 扑通跪倒在地 磕头如捣蒜 古才说 哎呀 都是外面瞎传的 哪有这种好事啊 桑冲说 我不信 你就是自己吃肉 你不想给我们喝汤 不是我说你啊 这一点 你可得学学人家冠西哥呢 古才说 屁嘞 他那汤是自己打翻的 人家说 哦 那你要这么说呢 那就说明你吃肉了 连续这么几天 就腻腻歪歪 抱着大腿 死不松手啊 这古才呢 定下心来 仔细端详这个桑冲啊 虽然说是单眼皮吧 但是 眉清目秀 暗戴妇媚 唇红齿白 身材娇笑 实在是天赐的良才 确确实实是太适合自己 这门手艺了啊 这门手艺了 就有点动心啊 桑冲呢 就很迅速的发现 古才有意收留自己 一鼓作气 拿出自己全部的家当 奉上 作为拜师 古才就正式收了桑冲为徒 把桑冲带到自己的小密室 准备了冷热两大桶洗澡水 让桑冲沐浴 他去回头检查自己正在熬煮的 那个一箱扑鼻的药材 古才端着药材回身 一惊 看着桑冲裸身 三条腿 稳稳的矗立在身后 暗自的惊叹 这真是天赋一柄的银材啊 说行了 别傻站着了 赶紧沐浴啊 桑冲入水 古才将烧好的药 就是那个药汤 倒到了洗澡水里面 说这个药材呢 是为师的秘方 可使男子脱毛沁香 热水泡一个时辰 冷水泡一个时辰 起身时 水面浮着一层的毛发 擦干后 体有清香啊 然后又开始换女装 准备了12面铜镜 开始练习女子的眼神 体态 怎么低头抬头 怎么眨眼回眸 怎么涂脂抹粉啊 就这样白天练习 女红 针线 刺绣 纺织 剪纸 烹饪 晚上练习 衣容 体态 眼神 声音 还有按摩 整整两年 与女子无异 其实比女人更女人了 古才看着自己学成的土地说 冲儿 留下吧 好的师傅 本集完 没有没有 开玩笑 桑葱呢 就败别了恩师 开始闯荡江湖 临行前呢 古才又给了桑葱两副药方 一副就是脱毛沁香的那个 另一副就是迷药 就是蒙汉药 桑葱返回家乡的途中 屡次作案 次次得手 好讨厌 由于 由于作案工具严重的磨损 所以呢 未到家乡 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啊 想要回乡静养一段时间 就依照师傅同样的流程 收了七位门徒 有人叫张虎 张端 王大喜 王大喜这个人很重要啊 孙元等等 徒弟再收徒弟 人家就开始 开枝散业了啊 十几年间 桑葱游荡于 山西山东河北三省 45个县 涉案183起 无一案失守 就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 女装已经是天衣无缝了 而且 还适当的裹了小脚 举止神态 胭脂体香 看上去也都是风韵佳人 搜索到目标 就想办法以各种名义去接近 一般都是谎称自己 哎呦 丈夫离世了 然后受婆家的羞辱 殴打 排挤 所以呢 就流落了一厢孤零零的一个 苦命的女人 性格呢 又温和善良 开始在县城各处 就免费的教授那些剧团 传闲话跳广场舞的大妈 就这群大妈们 教她们女红的手艺 女红就什么针线刺绣这种啊 大妈们惊呼 这这这这 竟有这般好手段 于是就四处宣扬 有大户人家去查问 一看 哇 这手艺简直是 巧脱天工啊 绝对可以教授自己家中妻女 小妾丫鬟 这种女红啊 于是主人家就付钱 请她入宅 包吃包住的 给自己赶制一顶顶 脆脆绿的 头盔铠甲 这一身出门 简直是绿巨人啊 一方面呢 呃 缝制部分家中的 所需的针线 一方面呢 传手艺 一方面呢 也还照顾一部分 家中女子的起居啊 这样不是有了 日夜相处的机会吗 就伺机动手 得手一次 立即人间蒸发 绝不留恋 这古代的女子呢 又都比较保守 发生了这种事 传扬出去是对自己 一点点好处都没有 就算是把 凶手凶器 全部都缉拿归案 处决了啊 自己也就身败名裂了 年轻的女儿 不说 怕父母知道了 也怕将来没有办法嫁人啊 呃 干活的用人丫鬟不说 是怕主人家嫌弃自己 丢了饭 妻子 小妾 也不愿意声张 有的时候自己回想起来 就也会暗自嘀咕一句啊 死鬼 咋不回来了呢 笑没良心的 大概就这么个啊 那么这身回绝技的桑冲 是怎么会在第184次的作案中 沉传的呢 是 正所谓天网会会 疏而不漏 成化13年7月 这桑冲呢 混迹于晋州的 涅村 就是一个小村庄 那涅村有一个生源 就是一个老秀才了 老秀才叫做高轩 高轩有一个女儿 非常冒美如花吧 然后这个桑冲就顾忌重演 高轩当时看这个女孩的时候 这桑冲啊 为其半点疑心 就安排他在府内的南房住下 这高轩的女婿呢 就是这个 这个女儿的老公啊 白天经过前厅 就看到了这个女相的桑冲 哇 这小娘子 嗯 好特别啊 晚上就摸摸缩缩的到南房 你说这事儿是有意思啊 这桑冲原本想要来睡人家老婆的 结果差点被人的老公给睡了啊 这个银贼 趁着桑冲 其实俩银贼了 就趁着桑冲熟睡的时候 摸到房间里面去 哎 把手伸到那个暖乎乎的被子里面 哎 一摸 那样 摸着什么了 你说话呀 就是两个人都吓一跳 一番扭打 家里面里里外外 以为进了贼了呢 抓了桑冲 扒光了衣服 一看 三条腿稳稳的处在原地啊 就是捆绑之后 扭送到了晋州的衙门 晋州之县一看 哎 哎 哎 你他妈前车不是来过我们家吗 我靠 亲手一顿毒打 审出了一个千古大营案 再派人去大统去缉拿那个古才 古才 哎 死了 七七八八抓了一堆徒子徒孙 明献宗亲自过问此案 好生羡慕 将这丝 凌迟处死啊 桑冲案就公布了天下 大家问说 哎 壮哥 壮哥不是说好的要开车吗 车速呢 有点慢啊 我们还可以接受更快的 哎 时局为奸啊 此刻的B站是一个刚正不阿的 乖宝啊 咱也别惹事 也别太为难他啊 让他再茁壮一点 再说 事没完 车速部分呢 你们都知道应该去哪里找到我啊 不知道的 可以看看置顶的评论 完整版在那里等你 是怎么回事呢 就蒲松林听说了这个起案 把它写到了聊斋志义里面 这一篇叫做人妖 说的是桑冲的三徒弟王大喜 王大喜有一个亲弟弟叫王二喜 王二喜发生的事 但是这个王二喜的桑冲案中呢 逃过了一劫 完整版今天会一起上线 现在就可以看 那边等你哦 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就这段故事 人妖啊 发生在山东的辽城 有一个书生 叫做马马宝 与妻子田氏 过着没羞没臊的甜蜜小日子 有一天呢 村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姑娘 就借宿在隔壁邻居 一个孤寡老太太家里面 针线手艺奇巧 说哎呦 把这老太太给高兴的啊 两个人就说说笑笑间 惊动了隔壁的马马宝 顺着墙缝的偷看 说我靠 这姑娘简直 又搞个又丢丢啊 感觉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呢 仔细的偷听 说这姑娘有一种按摩的技法 这个技法就是 子叶十分柔搓小腹 可治女子的腹痛 就是女生啊 都有什么姨妈的时候 有肚疼啊 这个臭不要脸的马安堡 就去跟自己的老婆商量 让田氏跟老太太谎称 哎呦 说最近这一天 小腹痛 然后他就说 哎呀你说 这也 这这这这 这太正好了 这正好我家里面 来了一个小姑娘 然后怎样怎样的啊 田氏和 王二喜 假扮的那个美腻的小姑娘 四目相对 两个人就欣然的接受了对方 王二喜 羞涩的说 哎呀 这个男女有别啊 说你相公若在家 恐有不便吧 说哎 没事没事 正好相公呢 去西村舅舅家喝酒了 晚上肯定回不来了 这个王二喜呢 小心脏的咚咚跳啊 如此甚好 入夜时分 小姑娘过来问 说哎呀 你们家相公真的不回了吗 田氏说 你放心好了 肯定不回了 在舅舅家肯定喝到了 你先脱衣服上床吗 小姑娘就是那王二喜啊 就脱了衣服上床 上床后呢 就看着烛光 隐隐绰绰的田氏啊 就在那 宽衣解带哈 好啊 哇 田氏走过去 就吹灭了那个蜡烛 走到床边说 哎呀 哎呀呀 我忘了 后厨的那个门 没关上 就恐怕晚上的时候 会有野狗过来偷食 我去关门 去去就来 王二喜在被窝里面等着 心里边当然乐开花了 田氏呢 就去跟马万宝兑换过来 这马万宝趁着夜色 轻轻的摸上床 王二喜呢 就伸手开始按摩 小腹 这王二喜就说 哇 姐姐的毛发好重啊 因为男的嘛 就肚子上都有毛 王二喜就顺着小腹呢 往下摸 就摸进了裤子里 摸摸摸摸摸摸 这啥反应啊 王二喜赶紧下床就跑啊 马万宝一把抓住了 就脱了裤子 就马上就要伸手 就进去一摸 哎呀 你也有啊 王二喜就扑通跪倒在地 说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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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啊 你能不能饶我一命 你大人大量 你放过我 别送我去官府啊 马万宝说 官府 别逗了 你这个 我也能玩 娘子快来啊 大哥大哥一起玩 王二喜就不从啊 就扭打之间 马万宝就伸手拿着剪刀 就把王二喜的弟弟 王三喜给剪了 天使跑进来 看到血淋淋的三喜 哎呀 这可惜了了啊 就回头 不行啊 就回头痛骂这个马万宝啊 马万宝说没事没事 养养伤 大家还是可以愉快的一起玩爽 这真的是扑从灵写的啊 于是呢 就熬煮汤药 就照顾这个王二喜的病情 马万宝呢 就很明确 伤好之后 咱们仨就这么一块过日子 不同意 我就报官 王二喜说 别别别 你只要不报官 我怎么都行 后来呢 这个桑冲案不是案发吗 各地就严查这种 独自远行的外乡妇女 说哎 正好我们村有一个 我早就看他哪里不对劲了啊 就说这个肯定是 就赶紧带人去盘查 到了马万宝家 马万宝说没这事 我们这个肯定是女儿身啊 就不信你就找几个大妈 验名正身嘛 就几个大妈合伙一起过去摸摸 哎 你说这真没有那个 那东西啊 然后说哎 这个确实没有 这个确实是个姑娘家啊 这王二喜才因此 逃过这么一劫 桑冲案就没有牵连到他 自此之后 王二喜 马万宝跟田氏 在家就过着各种油油腻腻的日子啊 好 这一集桑冲就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